把中国练习里面的民国年 把它格式化成 这个是today 这个是no 反正我希望长的就像这样 这个怎么做呢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 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的话 就是利用日期里面的民国年 所以这边的话 中华民国立 用这个来改 改的方法就是制定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斜线改成点 MMDD后面刮符AAA就出来了 AAA主要是日期里面的 这个要切回C里 然后再去找到桌级 按一下制定 关键也是制定 所以善用制定的话 可以让你原来不存在的格式 也会出现 所以其实没有说固定 里面找不到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拼拼凑凑的 接下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请各位在旁边 中间间隔一个栏位 在EFGH 也许你输入三个栏位名称 那我也希望呢 请你帮我把这三个资料帮我填过来 怎么填呢 对不对 粘怎么抓过来 其实有两种方法 第一个的话呢 当然顾名之以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用日期时间取年的部分的话 那你可以用直觉的猜 应该可以猜得到吧 里面有个函数叫什么 叫EAR EAR的话呢 那就是取得什么 取得年的部分 接下来按确定之后 他会问你说 那请你给我一个日期 就是你给我一个日期格式 你不能给我不是日期格式 那我没办法 那如果你给他一个日期格式 他就帮你把粘的部分 帮你抓过来 按确定 不过呢 你想说 老师那可是我要的是民国 那怎么办 很简单 你就把它 减掉1911不就好了 OK 不过你减完之后 奇怪 老师他怎么变 这样子呢 很简单 因为刚刚输入的是 假如说 因为你给他的是日期格式 他有时候过来的话 减完之后 他把它当日期看待 所以你只要怎么 按右键 再把它格式改为什么 改为通用格式 按确定 他就会恢复正常 有没有108 OK 所以有时候你 那个 假设日期格式 跟其他的数字加减之后 他可能返还的 会是一个日期 没关系 你就把它改回通用就OK了 那月的话 顾名思义 你可以什么 可以把它用什么 month 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出来 有没有 month还是 month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某个日期里面的月份 抓过来 按确定就OK了 那日的话呢 就是把某个 day days有没有 day函数 day的话呢 就是把某一个日期里面的日取出来 OK 周的话呢 顾名思义 拆应该可以拆出来 有没有 week day 对 week 这边有week day 有没有 按确定 然后呢 你就给他一个日期 那 return type 请你保值空白 按确定 就出来了 但是你想说 老师可能是二 二是什么意思呢 二的话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一个礼拜的第二天是礼拜天 对 不过我们有时候直觉说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我们会从礼拜一开始 但是请各位注意因为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你要记得 他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 所以请你用那个 美国人他们观念去思考就好了 OK 这样子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要变成周期或星期期 怎么办 按右键出动格式 你在用什么 日期里面的星期期或周期 有没有 不知道星期期按确定 出来就OK了 只是背后的数字 跟表面上的格式 其实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用格式方式让它产生 可是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用四个 特别说year month day 然后跟week day 这几个都很重要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要取得某一个 日期里面的某部分的资料讯息的话 那你要必须用这四种 你不能说 我用切的 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我看到他 如果我要把它当文字看待 文字特别重要 文字意思是说 我们前面有教过 如果我要取108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如果把它当文字看 插入函数 之前就有同学 文字 然后文字怎么样 就用那个left 还记得吧 如果他是文字 如果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就把他的那个 前这个给他 前三个字 出入三 但是你会发现 按确定会怎么样 434 怎么会有这种数字出来呢 对不对 就同学说 就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日期就是日期 文字就是文字 数字就是数字 它其实是在 Excel里面的世界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那你想说奇怪 434怎么来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 按右键 储存和格式 假如说我先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好了 OK 先把它改通用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 怎么会是这样子 前面是43 493 后面是点 还有小数点 80228 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数字呢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第一个 前面的整数 43493 的意思是怎么样的 就是它距离呢 1900年的1月1号 对 几天 就差了四万多天 OK 所以如果明天的话又加一 后天又加一 那这个数字 这个小数点是什么呢 就是时间 对 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二十四分之一 一定不会整除 一定就是一个小数点 所以呢 它除完之后变了 点80228这样子 OK 所以小数点是时间 然后前面是日期 OK 跟你想说 这样怎么办 那如果说我要用切的话 你所以 它如果你要用切的话 变成说真的切了 但是它是切里面的资料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 然后要真的能够做切割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能要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 把日期 转成文字 OK 日期转文字 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再去切割它 就会成功了 所以以后的话 第一个 日期怎么转成文字 因为它目前 它就是不是文字 它等于就是 刚刚看到的一个数字 而且有小数点 那如果我要真的把它变成 那个文字的话 怎么做 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个 简单的诀窍 第一个 你需要用一个函数 叫什么函数呢 对 叫test函数 我们好像有用过 对不对 这个函数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太会用它 坊间书籍 我之前也跟各位推荐那个468里面有一堆的test函数的练习的范例 其实都很重要 但很多人不会用 那这个函数它顾名思义 有没有 就是将数字转化为文字 其实它日期虽然表面上是年月 但里面其实是数字 所以我们可以把数字转换为文字 怎么转 转的步骤 特别重要 第一个我要知道test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要两个东西 一个是value value就是这个 我又给它什么样的数字 第二个话呢 你要需要有个叫format test format test 那问题来了 format test 只要test一定是自串 全过一天算以后 但是中间要加什么东西呢 转换为那个东西 转换为民国 所以要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去哪边找 非常简单 我们先取消一下 如果你要把那个format test 找到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知道 按右键出称格式 第二个话呢 它制定里面 这边不是一串东西 很简单 你不管什么东西 你就只要知道 把它复制起来就好了 复制之后贴到format test 双引号里面就好了 那什么意思 它就真的帮你把它转换成 目前看到的这个 这个样子的格式就对了 OK所以有步骤一 以后如果你要把日期转成文字 请你先按右键出称格式 先把这个制定里面的这一串复制 第二个话呢 就是再怎么样呢 再把这边插入函数 这边插入函数的话用文字 文字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是再来就是这个 有没有 value 那format test就是双引号先两个 把它移到中间贴上就好了 你不管复制什么 如果你不想知道没关系就贴上就对了 它就真的帮你转了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文字了 OK按确定 只需要的是 那个前三个字的话 那很简单 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一个lap 我们刚刚不是用文字里面 这个时候lap会不会成功了 这时候才会成功 你就把刚刚的文字贴上 几个字 三个字 前面三个按确定会不会成功 OK成功了 所以后面的话如果说你要01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再插入函数把它再用mid 因为它插在中间 所以mid mid的话你就把文字一样贴上 从哪个字开始 是第五个字 01 两个字 01就出来了按确定 应该看懂这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就28 所以在插入函数 一样用那个什么一样用mid mid的话呢 那我们一样怎么样 把刚刚的那个贴上 就这一串嘛 然后第几个呢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个字 一样取两个字 如果你不确定你先看一下28 OK 最后这个的话你可以再插入函数 这个后面周期的话 那你可以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都移 就是说然后也要mid的 然后再把它贴上 那你可以呢 再把它star number 你刚刚第八了吗 第九 第十 第十一个字 取两个字 按确定 这样就当公告之 好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在这个后面 E到F这边 E到H栏 分别用那个日期跟那个就是 test函数 画面先画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test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对这个test函数 就是比较不熟悉 所以 常常就是要切割的东西 跟你看到的 其外怎么会不一样呢 如果你以后有这种问题发生的话 那切记 你可以用同样的招式 像之前有一个同学说 他有那个货币 比如他有NTDollar USDollar 什么JapanDollar 或者那个人民币 或者各种币别 但他奇怪 他怎么都抓不到前面 因为他还没转成 正确的文字 所以test一样的方法 一样可以抓到你要的币别 这一招非常好用 如果你工作上会用这一招的话 很多问题 就好像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OK 因为日期格式比较特殊 它背后就是一个数字 那里面记录了 总共至少会 日期的话至少四种 四种资料 所以你要把它资料分别拿出来 可能就还是要用他提供的这些函数 请各位 试一下 分别把年月日周 分别把它截取出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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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